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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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我們的無敵蚊帳裡面出現了很多蚊子 我們的無敵蚊帳大家看一下 天亮的時候看到小寶的腿上有好多的紅豆冰 你好喂 那溫子到底從哪裡飛進來呢 我們要從源頭管理做起 於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重大的秘密 這是沙網破洞 這是我們的沙網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這個破那麼大洞 然後下面也是 破這麼大洞 你看我手上 我手上都是我臉的 對對對 這個沙網有很大的問題 你看 很大一個洞 蚊子可以輕易的從外面飛進來 所以呢 小寶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 我們今天要畫沙網 我們今天要換沙網 沙網DIY LET'S GO GO 修復沙窗需要的材料有 一字旗 捲尺 沙網 鴨條 鴨條專用骨爐 骨爐 滾輪 接下來進入施工步驟 尋找一位強壯的女漢子摘下沙窗 小聲一點不然腦袋也會被摘掉 僱用一名4歲臨時工 丈量沙窗的長寬 120 作為購買新沙窗和鴨條尺寸的依據 貼心提取 沙網長寬大小至少多買10公分 方便實作 鴨條的話 我們是選用4公尺長的 就出出魷魚囉 去一趟五金行 選擇需要的沙網、鴨條和鴨條專用滾輪 200多塊輕鬆解決腦人的破洞問題 划算啦 接著進入拆裝工程 一樣僱用任勞任怨的小偷幫忙拆費墨拔 好,這個都不能不見了 在前女漢子把平常對我的不滿發洩在鴨條上 你瞧 再堅固的東西也能輕鬆拆除 毫不費力啊 哇,天啊,好髒喔 拆完後立馬鋪上新的沙網 這裡需要拉平才會漂亮 我顧著拿相機 漢子覺得很不爽 拿出滾輪和鴨條 這裡大量的用到腹肌 對於消除樹變和墜落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滾輪一時爽 一直滾輪一時爽 鴨條壓得越深 家人感情越深 滾輪滾得越長 驚然我睡陽台 鴨條壓好後就可以修邊啦 這有為我不修便服的性格 修邊的事 交給漢子 喔,有小寶幫忙感覺差很多耶 對不對 有點累 但很有成就感 希望今天陽台蚊子不要太濃 HELLO 大家早安 我是寶爸 正所謂夏文 怎麼樣 老婆下一句 夏文會怎樣 我怎麼知道會怎樣 夏文就會歡喜到好啊 你會夏文成蕾啊 哈哈哈哈 爸爸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